这边来看一下新赛季精活的一个三世图爆料 首先画是星球生者记者心定精 最先关注到的是脸膜 定眼看出的话有一些奇怪 感觉和当初一生心定精一样 在气质上的话和海报相差甚远 目前看起来感觉脸膜的话不如眼皮好看 希望到时候剑膜能够给力点吧 然后时装的配色上定于天启四骑势中的青色 但是时装的色调不足以彰显心定精的分量 所以在服饰纹理以及装饰上的话添加了珠宝等元素 而时装周边的特效只是加就了环料的青烟 另外手持的魔盒的话也不同于相机 也不知道是否会有特殊的使用方式呢 至于幻影 目前三世图并没有展示幻影的样子 可能并不会有所改变 然后是噩梦的时装和此前的命运轮盘各有优点吧 在建模的设计元素上 命运轮盘的话略多一些 不过个人的话比较喜欢这款时装纯白的风格色调 尤其是手除的针头设计 感觉佳人的话一定很疼吧 此外的话针头一端还散发着白布的一个特效 在时装上的影也可以看到有些灼烧的痕迹 最后是约瑟夫的紫皮 第一眼看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奇怪 只要是蓬松的衣领遮挡了脖子 所以世界上的话感觉是缩纸头的样子 除开这些 其他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手除 相机还是卡牌的设计 个人的话都蛮喜欢的 也不知道以上这几款时装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